哇,这条三文鱼很,很生猛啊 往外跳,哇,这个阿美洲的朋友钓了一个手上,钓了很多鱼 大家看一下,这里起码有十,十,十斤啊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我感觉差不多有十斤这种,这个三文鱼很漂亮,很漂亮 好漂亮,然后这有一条,哇,这条的颜色很特别 这个是什么鱼啊,六六鱼,叫做六六鱼 很美哦,哇,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海鱼 很漂亮,很漂亮,这鱼种很丰富啊,这里啊 这里什么鱼都有,哇,我只有观测你啊 里边的鱼已经起码,每一条都不同了,差不多 有大有小,差不多每一条都不同的颜色,大家哇,多漂亮啊 大家看一下,哇,五颜六四的 五颜六四的,都是这个三文鱼 都是这里的这种自带海鱼,哇 哇,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鱼,这么多颜色的鱼 什么颜色都有啊 哇,好漂亮,哇,这条好深啊 不要跳回到大海去,挣扎着要跳回大海去 哇,这里起码有十斤八斤,十斤八斤是有的 这位阿美族的朋友,钓鱼,高手 棒,一几棒,厉害厉害 我们现在这里呢,是太平洋海岸 这里是十滴坪隔壁的,这里十滴乡 十滴乡这里的海边,风大烂大 太平洋仍然敬畏,也仍然爱戴,仍然非常的喜爱 因为这里有很丰富的鱼货,有很漂亮的二代鱼,海鱼 这里是钓鱼的好地方 钓鱼的好地方,绝对是钓鱼的好地方 因为这里的浪不是很大,不会冲到这上面来把人卷走 这里这个位置非常好 昨天有一条片是介绍这里的台湾的电视台啊 一个节目,跟那个制作单位跟这里花莲的新兴面店的老板 来这里钓鱼 钓鱼之后就到那边加利利海 那边这里有个加利利海录音区 到这个加利利海录音区这里去烤鱼 开始节目 那我昨天晚上也拍了下来 所以朋友这个运气很运气,真的运气很好 那拍下来之后也跟大家分享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没有看的朋友的话呢 赶紧去看 非常的特别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看 那我们现在,我现在开始钓鱼了 今天的话呢,我打算在这里钓它个两三个小时吧 看看能够钓到什么鱼 钓到大鱼啊 啊,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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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那这这条片到这里为止 哎呀,开始有,又有点要下雨 我又要钓鱼,说要钓鱼,马上就下雨 真的,哎呀,天空照美了 对,天开始又黑了 天开始又黑了,又要下雨了 好像老天爷都告诉我不要亡物上智啊 哎,师傅我现在有点亡物上智了 害上的钓鱼了 好,那这条片就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哇,这什么鱼 我不知道什么鱼 哎呀,整条都是黄式的 哇,好特别啊,好特别 哎呀,这要终结我们的这个视频 突然间,来了一条这么特别的鱼 哦,你也没见过以前 我没见过 哎呀,好奇特啊,这个鱼 又长,这条都是黄式像一条 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山鱼一样好像,哎呀,好特别 你都不怕刺的哦 这个没有刺的 啊,好厉害 错不穿谁要刺,想吃 好厉害,好厉害 哇 好浩哦 好浩,好浩 哈哈 啊,所以这里呢,鱼是很特别的 这里什么鱼都有啊 对啊,半分钟 啊,几百几十种都有啊 我现在看到这位 妈妈大家钓的鱼 这里已经有 里面每一种都好像不同的 好厉害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着来这里钓的 因为昨天晚上电视台的人在这里钓鱼 他们的鱼货已经看得我流口水了 哈哈哈哈 十几二十条,大大条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你钓的都 大部分都是小鱼的多 小鱼的多 小鱼多 哎,你这个小鱼怎么不放它下去呢 啊,可以啊,给它换了 哦,等走的时候才放是吧 对 那时待会又钓回钓鱼了 哈哈哈哈 嗯,那我这条短视频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 这个很特别的鱼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知道 这鱼叫什么鱼 有的话呢,请你在那个视频下面留言 对 好,谢谢 钓鱼咯,钓鱼咯 钓鱼咯 钓鱼